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是我从聊下来 我感觉你不要瞄准互联网行业 不要单纯的瞄准互联网行业 我尽量不把你当做一个预来客 也不把你的在日本的资源当做什么 为什么我给你讲一件事情 今天我在参加节目的上午 陈欧在见韩国最大的化妆品 制造公司的社长是从韩国那边飞过来 飞完他第二天就要飞走 这个人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是在上海美博会上认识的 你应该知道美博会容易做化妆品的话 那里面所有的日本厂商 韩国厂商 保达利亚的厂商 欧洲的厂商在那做着殷切的 保加利亚是吗 保加利亚 大马士哥玫瑰嘛 这个叫保达利亚那个玫瑰特别厉害 然后我们去了以后 他们说我们产品怎么好 我们还没进入中国 你们怎么帮我们进中国 然后呢我帮你进中国 就开玩笑的说 也就是说现在中国这个市场 大家很多人关注 因为大家都想挣中国人的钱 那么我觉得你的资源不是资源 为什么呢 以俊美现在的实力 我想拉动一个日本出世会色 给我做代工 指示我能不能付给他那个成本 回国能不能拿那个 合理的一顿卖出去 我不存在通过一个中间人 去搞定他 因为我的量已经有保证了 也就是说除了这些东西 如果说我就让你在日本 做一个拓展 我给你出一道题好不好 今天你要给我选一种产品 这种产品 带回国内以后 卖的非常好 大家非常喜欢 你给我推荐一款日本的产品 让我觉得 我有必要通过你拿这家厂商的 独带 首先就证您一个错误 好 您一直在不停地说 我们有量 我在跟大会社联系 首先你要知道 中国化妆品销售不是只有您 有很多公司在买 你不做 他公司一样可以再做 别人也会跟他们做 所以他们给你的价格 不会是最低的 也许你吃一次亏 两次亏以后 可能会拿最低的 但是只是可能 日本大会社做事情 有大会社的路路 有大会社的规则 对 所以 我就证你 不会因为我量很大 大会社就说 我自身谈就说 OK 我给你很便宜的价格 你成欧长得很帅 我很便宜给你 那是不可能的 你是在反讽吗 不是不是不是 真的是这样子 我觉得有一点 这是一个商业社会 明白我意思吧 这是首先我们要承认 这是一个商业社会 你说的一些话 这个地球上 到处都是要关系的 不 我承认商业社会 这个世界没有说 不要关系 你可以做什么一件事情 其实你刚刚一直在说 日本做生意很规矩 我同意你这句话 我大学刚毕业 在外经委时候 就是做的对日本的贸易 我知道日本客户 一旦认定一个商家 他基本是很难再改变的 但他所有选择商家的基础 还是公平竞争 谁都不敢再任用做小动作 他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挺惠普 现在是一个商业社会 你的那个 作为个人来说 资源是有限的 常景先生 你听我说 我给你一个建议 每个人都有他的意见 跟他的看法 有时候不需要 当然你可以辩论 但不要辩论 你现在最主要的是 证明自己 对你的目标很明确 很好我挺你的 刘惠普先生刚刚最后问的那问题 其实问的很好的 就是说如果你对日本市场 哪一样东西 哪一样东西 哪一样中国就能大卖 这就代表了 如果你能回答的 但是我觉得 就可以代表你在 市场固定 今天我实际上整个面试过程中 我的面试风格 确实是压力面试的 我希望你来回答 我有价值的问题 是的 但是我明明是问你 今天当了这么 我们做一个测试 你回避了这个问题 现在你来推荐一款产品 我要看你选品的眼光 我看你选品的眼光如何 日本的产品 没进中国的成千上万 哪一款产品进中国了 你能确保 它是好销的 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我跟您讲 跟什么产品没有多大关系 宣传 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回答 我挺失望的 就是说你觉得产品无所谓 靠宣传 不是我没觉得产品无所谓 日本的产品 在我看来的话 质量都是很过关的 其实你刚才质疑 老板的这个勇气还是可加的 但是其实惠普和你 还没说到一段事上 李老太强调关系 关系呢 确实是有价值的 但是在面试过程中间 往往是最没有价值的 对 所以你要跟惠普讲清楚 你除了这个关系之外 你还有什么 所以我的问题 其实蔡虎的问题 我已经问过了 抱歉我们的执着 咱们又回来了 绕了一圈回来了 你告诉我们 哪个产品 是现在 中国的市场还不了解 你选品选到了 聊这个 景浩虎你带回来 那40公斤里头 都主要什么货呀 他可能不太了解 现在日本人 你们别打断 你们别打断 一种化妆水 什么 一种化妆水 SoC的 这么大光 化妆水 你为什么会选它呢 不是不是 我只是说 里面卖的最好的是这个 我知道 就是你当时 这个挑了它 是为什么呢 我挑的时候是 在日本卖的也不错 还是你 你大概 行为AEC的 小球给我什么 我都收 他告诉我说 这都是样品 你拿回去 尽量寻找 看看有没有可能 在中国打开市场 仅此而已 那么 我的任务就是 背着40公斤的东西回来 就是说你没有 主动的全品 我没有 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好坏 我只是沐浴露 什么东西 我现在每天都在用 我觉得确实是很好 好的 谢谢各位 我跟陈九号最后一句话 陈九号真的说实话 巨美一天 一个爆款单品的售卖数量 相当于淘宝全网的 电商加一块的 单品的售卖数量 我们有权利说这个话 但是并不是我们吹牛 今天下场以后 我可以来看你的产品 但是呢 我希望你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在商业社会里面 商业规则是第一 我是甲方 乙方 不管他在哪个国家 哪怕他在日本 我销量大 他也听我的 好 到了大家要做判断的时候了 选择 我可以直接有送给你 因为我订的是一号 回日本的机票 好 这样 这样 没关系 下面想怎么谈怎么谈 如果能合作 我觉得是挺好的事 但是以工作来讲 抱歉 对 最后能不能再讲一句话 当然 我为刚才的事 也想注意道歉 我也为刚才我的事 你道歉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